這怎麼呢 竟然有摩托騎士 是治狀護欄 這在屏東方聊一名爸爸 八號中午騎著重機 帶老婆小孩 沿台一線北上行駛 而行經博愛橋時 突然治狀護欄 三個人摔下 橋蹲下 幸好當時是摔在軟殼床上 而爸爸小孩都輕傷 媽媽則是腳骨折 而同樣在騎山 一輛轎車跟機車對撞 導致八十二歲的機車騎士 衰弱十米深的北市橋下 當場死亡 而警方表示轎車駕駛 沒有酒駕造勢原因 還有待釐清 畫面中機車騎士 載著老婆小孩沒減速 直直朝橋蹲撞了上去 三個人瞬間翻落橋下 警察抵達附近保養廠 業者也投入救援 出動吊車 吊掛大型電板 接駁救護員 嚇到河床邊 把一家三口救上來 緊急送醫 當時裝興騎士載著老婆和背著一歲女兒 行經屏東縣方寮博愛橋 疑似精神不計自撞橋蹲 三人都摔落十米深下的河床 疑似也是精神插釀貨 在祈山造成一人死亡 消防員到場出龍吊床 把82歲的老翁坐上來 但人已經沒了生命跡象 白色造車車頭全毀 當時44歲的造車駕駛 和82歲騎士對撞 導致老翁摔落十米深的 北市橋下當場死亡 是否是因為造車疲勞駕駛 還有待釐清 不過提醒民眾 若是服用藥物或是身體不適 還是不要開車出門 以免發生車禍 灣新聞 夏天秋千雄 周莫翰 高雄屏東報導